现在我在四川长度这边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段 大家看一下我生活这里急忙的人 不知道是干嘛的 我们过去打听一下 大家看一下 好多人围在一起 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大爷大妈 这个年龄段的人最喜欢看热闹了 他们好像在讨论着什么吧 我们过去看一下 到底在说啥 走近一听 还是听得不太多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说的本地话 但是我看到马路上 搭了一个这个很大的架子 应该是在说这个架子的问题吧 我在这里看了有几分钟 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 一直有人过来 讨论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大 朋友们 你们能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吗 这么多人围观 讨论的声音又这么大 就像在吵架一样的 等一下我找个人问一下 看看他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是不是因为这个打架子的原因 刚刚找了一个大爷问了一下 原来是有一家人家办酒席 而且是喜酒 他又没有去酒的里面办 这边小区又没有位置给他办酒席 他就去找了一批人过来搭棚子 在这个马路上办 本来搭棚子是可以的 但是他这个砸得太大了 他整个马路都站完了 连车跟人都过不了了 这边的人就不愿意了 就和他僵持下来了 就搞得很多路人一关 朋友们 你们觉得在这个马路上搭棚子 办酒席 可不可以的呢 欢迎评论留言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